为什么是这个表情吧 因为我觉得 它不是一个纯圆的脸型 我会选宠物 宠物的好处就是在于 就它可以脸大 腿短 也可以滚圆 我还挺想体验一下 如果你是一只猫 你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找到猫砂在哪里 明明都做了宠物了 你还对自己这么高的要求 我要变成猫了 我管它猫砂在哪 我反正是只猫 我就跟它尿了 怎么的 他小时候觉得自己 那个智商不够 他喝过墨水 蓝墨水还是黑墨水 蓝黑的 蓝黑 好 宝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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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一起吗 干嘛 啊 干什么 宝贝 你今天录节目太累了 我帮你一下 哎呀 干嘛 你要干嘛 啊 我我帮你啊 不用了 哎 我帮你好了 真的不用了 宝贝 真的不用了 哎 你纯纯宝贝 哈哈哈 这宝贝 我丢人丢脸没关系 因为我爱你宝贝 哎 他就这样把包拿走 然后再也不牵我就 哦 对对对 还笑你还笑你 宝贝怎么背 你累吗 不累 那你包纯不纯 不纯 那我就不帮你背包 好 上来吧 我背你 哎 真的吗 真的上去吧 哎 那你还是背着吧 哦 哇 哇 哦 哦 你会改吗 我 你体验了你的伴侣的 一天的生活之后 真的我觉得我错的话 我会改 你回来了以后 你又发现我 我自己没有错 如果是体验父母一天的生活 其实是想要做什么 我会觉得想感受一下 我有多讨厌 哈哈 害怕被当众表扬这正常吗 我会有点方 方是什么意思 有距离的人会 会这样的来夸奖 就如果是身边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一般都是恶语相向的 三二 嗯 什么时候结婚啊 什么时候结婚啊